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在韩国发生了一件去农村旅游的一家三口 离奇消失的失踪事件 而让很多网友们都非常担心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韩国的小学生可以向学校申请体验学习 也就是可以请假跟父母亲去国内外旅游 体验农村生活等一个月 而这一个月不算缺席也不是请假 就跟正常出席一样的制度 5月17号 在韩国光州上小学五年级的求运 向学校交出了体验学习计划书 表示从5月19号到6月15号 与父母亲去冀州岛体验农村生活 但是因为到了6月15号 尤娜也没有到校 过了一两天也是没有来 学校也联络不上尤娜的父母亲 所以学校就在6月22号向警方报案了 接到报案的警方 在调查后发现到 5月17号向学校申请体验学习的当天 尤娜的父母亲并没有预约冀州岛 而是预约了全罗南道丸斗的民宿 并在CCTV中也确认到 5月29号尤娜父亲的白色奥迪车辆 前往丸斗的样子 但是没有发现到离开丸斗的样子 然后警方也调查了 尤娜一家人的手机信用卡 上网记录等的生活反应 而最后的生活反应是在5月31号 丸斗海水浴场使用手机通话的记录 之后就没有发现到任何行踪 因为这期间也没有发生过 车辆事故车辆坠落等的报警 所以尤娜一家三口与白色奥迪车辆 就这样离奇消失了 而一直都没有任何线索的这个失踪事件 直到6月26号警方确认到了 失去联络之前 在民宿的CCTV拍到的 一家三口最后的样子 在5月30号晚上11点钟的CCTV能看到 尤娜的母亲背着尤娜一动的样子 尤娜的父亲手中拿了一些东西 然后一起上车的样子 之后在上车后的两个小时后 尤娜与母亲的手机都关机了 然后在当天凌晨4点 尤娜父亲的手机也关机了 根据警方的最新发表表示 最近调查小组有前往尤娜的家中确认 在信箱发现到了 法院发送的催款贷款的信函 但是毕竟家庭的经济情况是很敏感的事项 所以还是不方便全面公开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网友们的反应 法院催还贷款的信函 就表示有金钱问题 孩子怎么办 希望还活着 真的很担心孩子 深睡全身无力的样子 很让人担心 希望不要发生什么事情 能安全的回来 虽然有不好的预感 但还是希望能活着回来 不过连车都没有发现到 真的很奇怪 可能是在哪里隐身生活吧 很奇怪 12岁小学五年纪的话 再怎么是凌晨一动 12岁的孩子会让父母背着出来 12岁的女孩一般也是会来月经的年龄 不是很小的孩子了 就算睡着 父母在凌晨整理心理一动的话 根本不会这样一动也不动熟睡的 对于一家三口失踪的这个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7月份即将回归的爱豆们 7月4号 NiPoon将以迷你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 Future Perfect回归 7月5号 Vinor将以第四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I Love You回归 Vinor也将在7月5号 以特别单曲专辑Sequence回归 而因为是在Quindom 2拿下第一之后的新专辑发表 所以令粉丝们都非常的期待 7月6号 PBG将以第二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Love Aid回归 今年1月出道的新人女团High Kid 也将在7月6号以新专辑Run回归 7月7号 MCND将以第四张迷你专辑回归 7月8号 Espa将以第二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Gurse回归 7月11号 Chonga将以第二张正规专辑的主打歌Sparkling回归 7月12号 Shubushinia将以正规第十一张专辑The Road Keep On Going回归 Aping和小分队Trobon也将在7月12号以新曲回归 7月15号 Eti将以新专辑Checkmate回归 庞坦J-Hope也将在7月15号以个人专辑Check in the Box回归 7月18号 Seventeen将以Repackage专辑回归 在Quindom 2展现了超强歌唱势力的秋林 也将在7月18号以新专辑回归 7月19号 Eileen文将以新曲回归 接下来是虽然还没有确定日期 但是很有可能7月份回归的IDOL SF9 ATG 诶 我们阿部合归 剩下来是5月18号以3月18号以5月18号以5月18号以5月17号以6月18号以12号以519号需要银行为初阳赛